在贵州省西北部,碧杰市腹地, 生长这一片,世界上品种最多,年代最久,保存最好, 同位度,面积最大的原生态杜鹃林带,百里杜鹃。 百里杜鹃景区,东无严寒,下无酷暑,海拔高,纬度低, 熟暖温带湿润季风气候。 百里杜鹃林带呈环状分布,延绵五十余公里, 宽约一到五公里,总面积一百二十五点八平方公里。 现初步查明的杜鹃花品种有马鹰、团花、鹿猪、迷人等四十二个品种, 展世界杜鹃花九个亚树中的六个亚树。 这里的杜鹃树植株,一般高达约三到五米,最高可达十多米。 枝根相连,花叶相用。 苍老的枝干弯曲扭折,粗大的根系互相缠绕, 呈现出岁月年轮的沧桑,以及风雨冰雪的雕琢。 每年的三月上旬至五月中旬,为花开时节。 不同花形,不同颜色的杜鹃花仙子, 在阳光的沐浴下,静香蒸艳地绽放在绿色枝头。 杏布花丛,细心辨认。 深红的是马鹰杜鹃,鲜红蔷薄色的是团花杜鹃, 乳黄泛白的是鹿猪杜鹃。 淡红辫子的是迷人杜鹃。 浅肉色的是皱皮杜鹃。 玫瑰色的是锦绣杜鹃。 还有树形杜鹃,大白花杜鹃,绣叶杜鹃, 暗红杜鹃,贵人杜鹃等等。 各色各样的花瓣,使人烟花缭乱, 眉不胜收,目不暇借。 灯高望远,满山遍野,重重叠叠, 宛若财侠普照。 贤者两只持在手, 细看不是人见有。 花中此物是西施, 芙蓉少药皆磨母。 一千多年前, 唐代大使人白居易, 曾这样对杜鹃花进行描述。 大自然的神奇, 是这些亮红、雪白、 钳子、乳黄、粉红的杜鹃花, 在这里吐露得淋漓尽致, 光艳万丈。 绚丽缤纷的色色, 优雅滑贵的滋容, 它们的美, 是人们难以用文字和语言来表达, 来叙述的。 白里不绝林带, 由于海拔高度的不同, 气候条件的差异, 土壤成分的多样, 形成了共性中彰显个性的特殊景观。 独具特色各有千秋, 丰富多彩, 让人百看不厌, 回味无穷。 山风吹来, 红的像翻滚的火龙, 如生腾的烈焰, 白的如云海翻浪, 沧海桑田, 洁白无瑕, 紫的如孔雀开平, 黄的黄的高贵, 蛋黄雍容华贵。 地球彩带, 世界花园, 养生福地, 避属天堂。 这是海内外, 对有国家森林公园, 中国百里杜鹃花之项, 贵州省十大风景名胜区, 贵州省自然保护区称号的, 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的在誉。 也是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旅游资源, 世界唯一性, 排他性和不可复制性的集中概括。 这里还是少数民族同胞聚居生活的一处肥沃多情的故土家园。 在百里杜鹃景区里, 居住着汉、仪、苗、歌老等民族。 仪族活霸界, 寄花神、插花界, 仪族年, 苗族跳花界, 满族塞马界, 布仪族对歌界。 浓郁的民族风情, 演绎着百里杜鹃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 吸引着世界的眼球, 震撼着世人的心灵。 每年的花开世界, 少数民族同胞身着节日的盛装, 点燃篝火, 载歌载舞, 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 百里杜鹃不仅是花的世界, 也是参天古树云集, 山水林洞灰映, 珍禽益寿七夕, 民族风情浓郁, 还是红色文化丰富的原始森林旅游曲。 被称为中国南方卡斯特地貌的神奇童话的 百里杜鹃大草原, 风鸾跌宕起伏, 天坑兴罗起步, 在空旷辽远的大草原上, 散布着四十多个形状不一的山峰。 每当雨季晴明的早晨, 向东而望, 远山如带, 朝霞满天的壮丽景色, 便可尽收眼底。 每当日落之际, 夕阳便把它那温馨而又如梦似幻的晚霞, 洒向广阔的大草原。 天、地、人、处, 全部笼罩在玫瑰色的余晖之中, 浑然一体, 如诗如画。 面积达四百余目的百里杜鹃湖, 苍翠灵秀, 避水如玉, 岛屿迎回, 登高而望, 湖光山色, 浸透着绿色的气息。 山叶的清风吹来, 湖面微波清荡, 五光时色, 令人心旷神怡。 夏天湖山相应, 苍翠玉滴, 秋冬则有满山红叶, 溅染湖水。 造化神秀的谜底河, 在六十米河段上, 三叠瀑布一气呵成。 河水与石头共生, 忽而泄过石上, 忽而钻入山中, 穿越溶洞天桥, 形成了溶洞、瀑布、 峡谷一体的 前西北岩绒奇观。 人和千年花王, 粗壮高大, 遮天蔽日, 宛如一株株巨大的天然盆景, 花开季节, 繁花万朵, 独树成春, 令人叹为观止。 树林千年的马鹰杜鹃花王, 是迄今为止, 地球上发现最大的马鹰杜鹃树。 大坑洞, 深藏在金坡化区的地底深处, 为一处卡斯特地帽上形成的天然洞穴。 洞口呈天坑状, 高约三十米, 洞长约零点五公里。 洞内, 由岩绒堆积物组成的石笋, 石花, 石莲, 石蔓等中乳石, 形态各异, 拟人拟物。 红军皇家坝祖基战遗址, 记录了红二六军团, 扩红北上的历史功绩。 白丽杜鹃自然静观的多重性, 原始性, 以及特异性。 高品味的自然风光, 与人文景观同时并存, 成为白丽杜鹃旅游的一大亮点。 为开发这片, 以杜鹃花为品牌, 兼具山水联洞时四季风光的旅游资源。 同时拉动碧杰地区, 东部各景区景点旅游带形成板块联洞发展。 2007年6月, 经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 碧杰地委行署租建了 贵州白丽杜鹃风景名胜区党工委、管委会。 几年来, 贵州白丽杜鹃党工委、管委会本着遵循自然规律, 发挥资源优势, 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 按照贵州省委建设独具特色的杜鹃森林生态 休闲旅游度假区的总体要求, 以创建国家5A级景区为目标, 不断加大投入, 旅游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旅游产品不断丰富, 旅游服务质量不断提升。 先后荣获国家4A级景区, 全国低碳旅游实验区, 亚洲大中华区十大自然原生态旅游景区, 2010年度最富国际盛名景区, 最值得驻华大使馆向世界推荐的 中国优秀生态旅游目的地, 贵州十大魅力景区, 贵州十大影响力景区等一系列殊荣。 景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百里杜鹃, 华夏独有, 世界唯一的, 这颗鲜嵌在贵州西北高原上的绿色明珠, 热忱欢迎四海冰棚的到来。